老大爷的身体发生的奇迹 明明是70岁 身体却一天一天变得年轻 甚至和20岁的女孩谈恋爱 而故事的结局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沈医生鹏叫大爷来医院一趟 说最近他们研发出的一种新科技 可以让人烦恼还童 他将一只老白鼠和另一只变年轻的小白鼠对比 虽然医生义正言辞的说 其中一只已经变年轻 但大爷压根没看出来 医生说变年轻了 这变年轻了吧 老爷子只要参加实验 只有能得到一笔佣金 也能变得年轻 具体年轻到什么程度 目前不知道 能持续多久 有没有副作用 也不知道 想着有一笔钱养老 还能变年轻 老爷子被忽谣答应了 写完字 医生特别叮嘱老爷子 每天都要写日记 记录心情和身体状况 在住院之前 老爷子去书店 找了些书 店员的模样 让他想起的妻子 年轻时的模样 老爷子回家都很费力 习惯性的开门说 我回来了 然后给老伴上香 老爷子嘀咕着 今天书店的女孩 和老伴年轻时很像 自己孤单的生活 也过够了 他想好了 就算实验失败 也无所谓了 可来到医院 老爷子还是很不安 他问自己 会不会死 医生只是说 实验老鼠倒是没死 老爷子一看 昨天的老鼠都不见了 医生说 老鼠生命本来就很短嘛 在吃药之后 医生再次叮嘱 接下来 会和他人发生密切的关系 花田护士将负责 老爷子的服务 看着花田的面容 老爷子瞧着说 有年轻护士 照顾整好 可医生卷说 马上就不会觉得了 这句话意味深长 在去书店和梅子告别后 长谷川 躺在了病床上 实验头三天 他基本就是昏迷的状态 头发慢慢变长 变黑 故事夸老爷子 身体年轻了 老爷子说 没感觉 护士蹲着去剪笔 看着护士蹲下的背影 老爷子突然感觉 好像是年轻了 十天后 长谷川变成了小川 连医生都没想到 效果这么好 至少年轻了 三十岁 年轻之后的长谷川 已经迫不及待 想去外面看看 护士调侃说 说不定还会有女孩 上前表白 老爷子这时看护士 就明显嫌弃对方 有点老了 再看看杂志里的模特 这才是他现在的菜 长谷川想起了书店的梅子 不过这一次进来 梅子已经不认识长谷川 长谷川想着 也是 毕竟自己已经 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于是他假装 自己是长谷川的孙子 小川 很快两人便熟络起来 长谷川主动邀请梅子 去喝咖啡 梅子当然也热情大意了 长谷川早早便去 咖啡厅等待 可梅子却迟迟才来 梅子说 不如咱们交换电子邮件 可长谷川的老年纪 根本没这个功能 梅子还笑话长谷川 像个老头 年轻人 现在都用短讯聊天 整场约会梅子就像百灵鸟 说个不停 长谷川则像个老头 听不懂年轻人的话题 晚上故事来查房 发现长谷川 居然躲在被子里 偷偷聊天 这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不管身体变年轻了 心态也成了 30岁小伙 有空 他就溜出去和梅子约会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 30年前和妻子约会的时候 年轻人的生活 比他们当时丰富多了 长谷川老头伴的木勒 很让梅子喜欢 医生再次检查长谷川 说他还在 继续变年轻 现在已经到达20岁的模样 若是再年轻 估计也约会不成了 看着长谷川 担心了表情 医生反问他 是不是每天都出去约会 长谷川只能说出实情 医生警告他 不要和他人产生暧昧的关系 长谷川反驳 不管自己是20岁 还是70岁 那都是自己的身体 这时医生才说出实情 之前的老鼠 在年轻到成年状态时 便开始急速衰老 衰老的速度 根本没法控制 按照长谷川 现在的年轻状态 估计几天之后 就会开始急速衰老 长谷川听完之后 梦缺了 这意味着 他和梅子在一起的时间 是要几天了 为了不伤害梅子 长谷川忍住 梅也表白 直到梅子看到 小川的白头发 还替他拔掉 这一幕吓得长谷川 不敢和梅子再见面 故事也提醒长谷川 应该要说再见了 明天开始 身体将倒退 长谷川将梅子 遇到了家里 梅子以为两人的关系 会进一步 而得到的消息 却是 小川要去北海道工作 所以以后 就不会再见面了 梅子不舍得抱住长谷川 长谷川看着背后 老伴的照片 轻轻将他推开 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就这么结束 回到医院的长谷川 含着眼泪 给梅子发最好的信息 自理行间 都是歉意与不舍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年轻 这么短暂 完了之后 抱着护士哭泣 那天之后 长谷川开始 一天好几岁的衰老 即使锻炼 也改善不了 十天之后 他又成了悼念的老头 瞬间的衰老 让他感觉 被全世界抛弃 可实际上 明明只是 回到了一个月之前的状态 医生发现 长谷川开始失眠 变得害怕死亡 情绪变得不稳定 实验结束后 长谷川 还是感谢医生 让自己做了一个梦 虽然做完梦 他开始 讨厌自己 出院之后 长谷川 带着钱 回到的家里 一件事 还是给老伴上香 他自言自语说 等自己死了 会有人 给自己上香吗 他偷偷 站在书店门口 看着 仍然年轻的梅子 面带着微笑 变成小川爷爷的模样 和梅子 再见 还勇敢的 约梅子喝咖啡 理由是 感谢梅子 对孙子的照顾 故事最后 长谷川 独自坐在咖啡厅 等待梅子的出现 而他的手机 接收到了短讯 具体发来的什么 也不得而知 一开始 年老的长谷川 已经看开了一切 可当 尝到的美好 便不再满足 现在的自己 看来人生中 短暂的美好 原来并不怎么美好 影片改编自 冬夜归午的小说 可惜影片中 删除了长谷川 年轻后 和护士的交往经历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一定要看原著 美丽不小定 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次的原来并 奇幻定 献给某位爷爷的献香